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等一下 等一下 哎呀我倒是谁呀 原来是你这个小鱼呀 哎呀 马上就可以 马上 马什么上 哎哎哎哎 马上 我等着给个马给你上 这个小鱼 你帮我穿回上来 看你一辈子就是干这种活 都没一点粗膝 真是的 哎呦 一家人都是这样 不是在这里挡路 就在这里搞人家的东西 还突然怎么突 这个突然等一下 哎呀 哎呀 你这个人怎么 有人怎么了 你干嘛丢我的东西 我现在慢慢让你的路 你 我想丢你的就丢你的 假的 你不放我捡回来 我今天就不让你过 不让我过是吧 嗯 妹妹下来 把这个 以前那个小鱼知道吗 你看 怎么回事哥 这个小鱼 你看你看 这个不是老太婆 你 你干什么回事 变成老太婆了 我老太婆怎么啦 我不像你年轻 你这么横行八道 你以前就胡搅蛮残的 你现在又是落笠巴说了 赶紧滚 这才是你 你这个老东西啊 真的是 老了还是这样子胡搅蛮残的 你一辈子在这里 在这个村里待 没一点粗膝 不仅是你 你一家都是这样 你看看我们兄妹两个 你一家活该愿灾的 你们有出息干嘛 回到这条村来当 我老家在这里啊 你老狗不挡到知道吗 我没挡到这条路是你的吗 那我都让你来 你干嘛丢我东西 你先立刻给我捡回 你不想我就不让你过 我竟然就坐着 这种人不用跟他客气 把他抬到那边去 你知道你现在挡的是谁的路吗 我就不相信 我是谁 我是经理知道吗 你是经理又怎么样 我看你是 关我什么事 我看你是一个老太婆的分上 我不揍你 不然的话 我全大小气揍死你 我跟你说 你以为还是像以前的我们的 我们经理 我妹妹就是个秘书 知道吗 我关你是什么时候 像你一辈子这样没出息 我没出息 你丢了我的东西 你现在必须给我捡上来 要不然你就别过 帮你捡 你配吗 真是的 那你今天就不用挂我 就不找 他这种人就是秘老卖老 把他抬走 我卖什么了 哎呀 这个真是像以前 狗改不了租资 还是那么的难缠 可能是要钱 重锋了 拿钱给他 丢砍 谁要你的创钱 你等着我 叫我女儿出来 真的是 还叫你女儿出来 你那个女儿还叫她出来 还叫你女儿 叫我女儿出来 你女儿 前年不是在那里收破烂吗 还叫你女儿 叫你女儿 我是垃圾老人 那这一万块 刚发的工资 拿着钱滚蛋 谁给你拍我的钱 要你就拿滚蛋 妈 妈 怎么了 你从小到他欺负我 现在长大还欺负我吗 干啥打人 真的 杀你怎么了 你还杀我 你还杀我 你看你 你以为我是好欺负的 你看这两姐妹 老板在这里 你看 老板 你怎么在这里 你也是这里的 我怎么不知道 我来 女朋友家过年 怎么回事 你来谁家过年 小燕家 她是你女朋友 是啊 她是你女朋友 没关系 哎呀 老板你 怎么不提前跟我走 走眼了 你怎么看这种女人 我跟你说 你我们的八婆一样 我们从小到大家 把你欺负现在 还欺负我妈 哎呀 有什么能耐的 妈你有没有衣服 你妈 你两个眼睛看到 她故意在这里挡到 帮我拉下我那件衣服 老板 你消安误叫 听我说 我跟你说 这两个人 我们从小到大就欺负 你看欺负了十几年了 让他们知道有点本事 你看现在这个明目张哪欺负我 你看你欺负他 我没有欺负他 就是他挡着我的路 我赶时间了 去买礼物 准备想送给你 米婿你看 这是我的我拉财的车 你这是我的财 我的 帮他捡起来 捡起来 不用你甲皮皮了 他都全部给我丢了 他们还打扰 你看 来来来来 怎么回事 你看 你们两姐妹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我看在场里面 看你们两姐妹眼饼 姐都可以 我们都可以 一项都可以 一项都可以 亲爱的 他们都是装的 他们就是专门是拍马币的 你快 传送人很多人都被他欺负的 现在不单欺负我吗 那谁家虫 谁家没钱他就欺负 没有这种事 刚刚谁把你这个经理 你这个主管 你们就回来回村子 嚣张把腹 看你们的人民不行 明年就不用该来上班了 老板 你有误会 还说 我们重疯了 这个钱你拿着 你拿着 鱼老奶奶 你闭嘴 你闭嘴 说我在这里拦路 给你一万块钱支票 等你滚蛋 你不滚 然后你们说 抬你丢到那边去 你看 我说谁啊 你能吃个臭钱 明年不用 回厂商门了 你做的错 老板 你自己看一下 开我的车回来 回村 嚣张把腹 你看一下 是我的 你看一下 你两点卖口一走了 他那个老太婆 像泼妇一样 你刚才没看到他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老板 老板 不会啊 小燕是吧 不怎么会 给你 我跟你说 给你妈 小时候把你欺负高了 现在 不会 愿咬你欺负了 我跟你说 他说我 你自己看着办 不应该在这里 老奶奶 来来来 来来 谁稀罕你的 明年不用回厂商班了 你们两姐妹 滚 给这个机会吧 老板 给这个机会 机会 不是我给你的 是你做出来的 像你两姐妹 做这种嚣张 保护这个盐 烂的成功 你爸一样 走了走了 你推下去 你都没看到 你怎么乱说 老板 我走了 有人过 我们走了 妈 走了 我走了 我走了 老板 走 走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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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